你说你 哎呦你气死了气死了 哎呦没啥说的 真是 消消气 你消消气 妈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说啥呀 我要跟郑小米离婚 你干什么你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离婚离婚呢 你干什么你这次 妈 我没开玩笑 我真信你 哎呦你 烦死了烦死了呀 哥 哥我错了 我知道我现在收拾大天了也没用 要不然 要不然打我一顿吧 打我一顿出出气 我不想听你说话 你们也都别说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说这件还有什么用呢 不过你嫂子也说了 她也有此理 嫂子 嫂子 嫂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 但非我要是故意的 我就天难无雷哄 让我这笨子都生不出孩子来 别胡说八道小米 我没有怪你 真的 这两天 我躺在床上也想明白了 也许我跟这孩子没缘分吧 我真的没怪你 别瞎想啊 妈 你们都别难过了 不就是孩子没了吗 又不是生不了了 再找机会生啊 天真啊 妈现在才知道 你这个孩子啊 有度量 比他们谁都强 难过了啊 你干吗呢 干吗呢 哥 我错了 你错什么呀 哥 都怪我 我没教育好郑小米 你教育郑小米呀 是郑小米教育你吧 你看你这无不能样啊 长得吧挺下半男人 名也挺下半男人的 你这名怎么跟你这个样 就不匹配呢 哥 要我改个名吗 哥 只要你能不难受 你叫我啥都不愿意 老伴儿 行了 行了 别生气了啊 生气也没用 一会儿又凉了 你胃又不好 你说讨厌不讨厌 小辈子我都做好了 只要咱们天真没事就行 别的什么也甭管了好不好 他能没事吗 都四个多月了 跟生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哎 你是不是又跟亲家搬联了 看见他们家任务就来气 要我说啊 也别这么着 我想啊 他们家比你还着急呢 人家毕竟是他奶奶 你说这性现实 怎么会有个那么烦人的妹妹 我不能提他 我一提他 就恨不得打他两拳 行了行了 吃饭吧啊 好不好 爸 妈 你回来了 妈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吃了吃了吃了 吃完了 吃过了 你走了 妈 怎么了这是 怎么不说话了 又给我玩生气了 不是 妈 您这不是因为我吧 这不可能 我这刚进门我还没说话呢 妈 妈 那也不可能因为我吧 怎么了 妈 你看 这给这家小宝宝买的好玩吧 这给特地买的 挺好看的呀 这挺贵的呢 姐的孩子没保住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 我许他不一直挺好的吗 都是那个讨厌鬼 郑小米 他为了什么 省钱省水 不知道怎么搞的 弄得满屋子都是水 你姐姐不小心 摔着了 哎呦 这脚趾棍他怎么那么讨厌呀他 那 是不是他自己生不出他的嫉妒 我觉得他成心的吧 那我姐她现在怎么样了 遭了不少罪 在家里躺着呢 要不 要不咱们去看看姐吧 妈 妈 那个 我们去看看你姐吧 要不然 我觉得还是 把姐接回来 你跟爸照顾比较好 你说跟他们家那 那几个人他们 谁能照顾好姐姐呢 我怎么没想到呢 是啊 应该把她接回来 她在那个家 肯定受了不少窝囊气 老杨 明天我们去那边 就把她给接回来吧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 就这么定了 妈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嗯 停 先回去吧 好 好 回家吧咱 我没有家 你不是玩真的吗 你啊 你看我笑儿在开玩笑的 我嫂子原谅我了 你凭什么不原谅我 嫂子她能原谅你 是说明嫂子她大肚 不代表你没有犯过错 我今天不能原谅你 真的是因为 我不知道 我们俩将来 要怎么再过下去 我已经够第三下四 想抄自己了 别得罪你进去啊 小米 你就当放我一马行吗 你成心吧你 我真的是为你好 长痛不如短痛 我是一个男的 怎么着都好说 可是再这么拖下去 我真的怕你选择机会 越来越少了 你是不是真跟隔壁 那小寡妇好上了 就要你心里面觉得舒服 说什么都可以 托虎子 我告诉你 你要跟我离婚 你房 钱还有咱家的店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都是我混钱财产 婚前财产 小米 你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怪不得为难嫂子的时候 这么专业 你 你放心 钱我一分不要 你还看看 桃虎子真离开你 这小米之后 会不会被饿死 我气糊涂了 我都气懵了 我刚才说都是气话 咱不说气话了 行吗 胡子 小米 如果我们两个人 真的可以都回到从前的话 我一定不会选择 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今天我后悔了 而是因为我真的 真的无法面对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 我 相信我 我 那就这样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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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听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也好 我还担心呢 万一将来生的是个闺女 长得像你 擦我手里该怎么办呢 那要万一是个儿子呢 万一生随旧 长得像他就是那么大帅哥 别想了吧 面对呀 现实吧 现实吧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呦 哎呦 你们啊 我过来看看 你怎么下地呢 给你拿点东西 下地怎么做呗 你看看真似的 你看看 这老人都知道 这小月要做不好 那可麻烦了 快上床躺下去 不用我都躺了三天了 走走怎么来调移吧 姐 你还是赶紧躺着吧 我跟你说 躺着比较保险 人家说了 做完流产后 你要是不躺着 那容易死的东西下垂 哎呀 赶紧赶紧 来 赶紧赶紧 赶紧 上去好歇人 好吧 我上去上去吧 我上去上去吧 我上去上去 我上去上去 我上去上去上去 秦妍 哎 那有事跟你商量吗 哦 来 菲菲啊 你把这个 让我拿了 让我拿了 慢点啊 来 谢谢 来 慢点啊 好 坐坐坐 来 来 新娘 哎 我想把天真接回家住段日子 为啥 孩子已经这样了 这责备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心里不痛快 这事我也不想瞒你 哎呀 虽说是小月子 但也得好好静养 我是她亲妈 怎么补养我心里最清楚了 姐 你要不你吃点啊 我待会儿吃吧 先放那儿 啊 谢谢 哎呦 姐 你 你的心情怎么样啊 比前两天好点了 平静一些了 哎呦 姐 你 你心可真够宽的 我跟你说 这样还了是我 哎 在婆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跟你说 我肯定跟她们没了 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 哎呦 姐 你看我 我这儿要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 你 你喝粥吗姐 没事 放心吧 我现在 心情挺平静的 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哎呀 亲家 你这心情还理解 还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放心 亲家 安保证把天真给你刺过好了 行不行 哎呀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过 我告诉你 这事要在我们家里 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是啊 是啊 其实吧 我也是为你们老郑家好 我把天真养好了 再把她送过来 我就是不放心她在这儿 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菲菲啊 妈 一会儿帮着你姐收拾一下东西 咱们回家 好 回家 回哪个家啊 回咱们自己的家 我已经跟你婆婆商量好了 借你回家住段日子 正好家里没有人 你这个小月子 我一定给你伺候好了 谢时啊 你赶紧回来 你岳母要把天真接回去 快 到小区了 快快快快 赶紧的 那我在这儿住得也挺好的呀 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能出这种事呢 就是 菲菲 你少插嘴吧 你啊 到了家就安心养着 郑县石如果不来接你 就别回来了 也得给他们加一点教训 等郑县石回来 我还跟她说呢 郑小米接人 不能让她来了 真是个海人机 就是 哼 那 妈 等谢时回来再说吧 好吗 妈 咋咋咋了 哼 哼 我天你咋来的 你给我来这个说你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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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们回去 我先看看天真 去 媳妇 其实我觉得我 我住在家里可以 要不你先回去吧 家里呢 是比较乱 我怕影响你休息 再说了 我可以到妈那儿去看你啊 你真是这么想的 回去吧 你看啊 这小米来了 指不定又发生什么事 我把她的事处理完了以后 我回去接你 好吗 我还担心你会不高兴呢 谢谢你啊 你真体贴 我是谁 谁是我 你啊 就踏踏实实在妈这儿休养着了 需要什么给我打电话随时我送来 回家之后你别跟小米急啊 她现在心情也挺不好的 行了 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我来处理 来 其实你姐夫这人吧 还是不错的 不错 她不错管什么呀 她那妈还她那妹 那就俩交屎棍啊 唯空天下不 行了 行了 那说人家呢 说你呢 走走 哎呦 妈 我说她 您怎么用不说我 是吧 跟你说过没有啊 出来混的早晚有一天得还回去的 天天跟你说 对虎子好点 好点 你听吗 你把那话都当耳旁风 你听啥呀 这回好了 走着走呗 你就离 离 离了你找谁去啊 也就是虎子 就你这脾气 是个男人都没法要你呀 他自己要离的呢 我有什么办法呀 他啥呀 他呀 还不是你 整天把离骨离棍挂在嘴边上 还要跟人分居 我就吓唬吓唬他 我哪想到他真走了 你说你要不帮到这儿住 你嫂子还能出事吗 妈 你怎么又扯这事啊 能不扯这事吗 俺那心都碎了 你天天盼孙子盼孙子 盼啥没了 哎呀 你自作自受吧 我管不了那么多 巴尼不停啊 他 你说回来了 别当着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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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呢 回家了 回哪个家了 回老家了 哎 你们是不是不想过了 啊 不想过 你们回家折腾一下 别到我这儿来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 没有重大的生死离别 别到我这儿来 虎子都要跟我离婚了 你这还不叫生离死别的事啊 干什么 离婚 太好了 我太为虎子高兴了 妈 你看我哥 我怎么了 你不是超车嚷嚷要跟人离婚吗 怎么着 人真要跟你离了 你还骗了 骗骗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的 别说风凉话了 俺已经数了他半天了 想想我就来气 你现在就是给我搬一厢 名单搬要来 也弥补不了我心灵的伤伤 我都跟你道歉道过多少次了 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嫂子都原谅我了 你干吗呀 那以后你们努力 你们再生一个嘛 你说得真容易啊 那是生孩子啊 不是老母亲下蛋啊 那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怎么不生一个 来 你生一个我看看 你下一个蛋我看看 妈 姨姨啊 你说啥呢你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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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有点新鲜的吗 给我来点 干什么 别哭了 不是我说明 好日子不过你干吗呀 刚刚开的小饭馆 刚刚走向正规 你闹什么闹 折腾什么折腾啊 你是不是不想 闹个西非狗跳 不算完是不是 行行行行行 赶紧帮她想想办法啊 啊 我有什么办法 找我找虎子去 我那儿还有杨天真呢 杨天真 杨天真 杨天真有他妈还有俺呢 这可是你亲妹妹 你说你不管她谁管哪 虎子真的要跟真小米离婚啊 反正他俩最近是不太好 依我看哪 这虎子早就该给太太教训了 哪有那么厉害的女人啊 我们当然就有女的啊 有厉害真的 天天把老公训得什么似的 头都抬不起来 就这样的 你知道 你做怎么着啊 人家就背着她 偷偷跟别人好的 那虎子应该不是这种人 我跟你们说啊 这男人是什么啊 他就是我们女人手里的风筝 风筝是什么呀 他是想飞的 我们只要牢牢地攥着风筝线 他要飞远了 你就把他拉近点 他要飞进来 你就把他放远点就OK了 我对男人有研究 你怎么会那么懂呀 在哪学的 你是不是把我眼里偷了 我天天做办公室没事干 就跟晚上调着呗 那现在晚上什么没有啊 调儿调儿调儿就调会了 只此而已 来了来了 姐夫 爸妈都在啊 来了 你这刚回来就来看我 必须的 明天我准备喝趟老假 有事吗 找胡子聊一聊 行 那这边有妈呢 你放心 行 忙你的妈 你放心吧 你来一下 我跟你说啊 现在胡子和小米闹成这样 我准备找胡子聊一聊 小虎这次 还真是长脾气了哈 他准备不原谅小米了 那你跟他谈管用嘛 应该没问题吧 不过小米啊 也是该吸取点教训了 是 我这个妹妹啊 哎呀 就算是胡子想跟他好 我也得劝他胡子 别那么快跟他好 整整这个小米 别这样 小米她已经很着急了 她知道这样不是更生气了 我都不生她气了 你还这样对小米 你真不生她气了 生气有用吗 还烧我脑细胞呢 你只能把心放宽点呗 我觉得啊 这事儿咱们就当成 是生命中的插曲吧 你别耿耿于怀了 我看得出来小米心里 还是挺自责的 别再给她压力了 我跟你说啊 就你刚才这番话 真应该让我妈和小米 站在这儿好好听听 哎 什么叫大气啊 这才叫大气 什么叫肚大啊 啊 谁肚子大啊 不是 大肚 这才叫大肚 肚大嘛 讨厌 我跟你说好吗 就你这个儿媳妇 那简直就是 身兵大义天下难招 有个逮呀 儿子呢 眼光好看得准 几乎阿姨一定 一心一意地 对她好就是了呗 你看我干什么 你喝什么呀 喝什么呀 喝什么呀 你干什么 你赶紧许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你嫂子劝我 我根本不可能跑这一趟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以后拿当亲嫂子 我拿当亲姐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你承认不承认 当初你吊带过人家 承认 那我问你 我要是把虎子劝回来的话 你怎么对人家 他只要能回来 我肯定对他好 我跟他道歉 这你亲口说的 嗯 我骗你你小狗 嗯 不不不不 我小狗 行 对不起啊 不可能 那是你我的肯定 你在哪儿呢啊 我就没回家啊 我就没回家 我就是骗你 我真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我今天我在哪儿 你没回家呀 我还和你嫂子请假了呢 准备到你家去找你呢 哥 我都这样了 没脸回家啊 我结婚的时候 家人就告诉过我 说这个女人比你大了 这个女人又一天到晚 飞扬八护 我们俩在一起 不可能幸福 不可能有好结果 谁说的那儿 我爸说的 哥 是不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可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 比我大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 总让飞扬八护 没了吧 你别冲我急啊 我是你哥 你得冲我妹急 是 是 要孩子的事 确实不是个着急的事 男人 你能不能理解 你走这样 我哪有心情配合你啊 没有 哥 那你把你这种感受 跟他说了 我敢跟他说吗 哥 我还没说话呢 这就披头盖脸骂我一顿 动不动不动不动 都会打我 好你女人 我男人 我什么都可以 那你不能侮辱我吧 他侮辱你什么 说我是一个 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怎么说话呢 冲其量你是个 不会下蛋的老公鸡 你 有 你能不能跟我严肃点 说过日子 你说过日子 哪有没有保证 有矛盾不怕 咱们得去解决保证 是不是 你不能张嘴笔子 就离婚了 这两个字说出我了 说完了 很上乎 知道吗 当你心里不舒服 你别总想 我不如别人 我不如你 你得看看那些不如你了 你只要看见他们 你心里没有什么想法 好 其实生活呀 就是 你敬我一指 我敬我一帐 小两口在一块 互相量 互相理解 没有过不去的活跃声 哥 我今天能跟你说出来吗 说我们更多理会 请你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后 我理解 我特别地理你 这样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真想跟我妹妹离婚呢 还是想借这个事相关 如果你要真想跟我妹妹离婚 对不起 咱俩喝完这杯酒 好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我也不把她当胃口 你也别把我当 好吗 如果说你想吓唬吓唬她 我教你一招 说心里话 我看不惯是个小米牛神 太难看了 哥 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我说的是真的 哥 只要是你能保证 说下辈子我虎得不虎 在郑小米的阴影之下 我这辈子不要孩子 我都无所谓 我心甘情愿 小哥 别别别别 什么叫不要孩子呀 我跟你说没法啊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 一次性把它给治好 来 来 来 先生 快快快快快 赶紧的 看见虎子了 这怎么说呀 这虎子说了 你先给我倒杯水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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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非礼啊 对呀 人家说了受不了他了 好家伙 跟他在一块 那哪是过日子 那简直就是身上背了 三 三座大山 哎呦这咋办呢 这 你别跟人虎子好好收拾 不能理 我说了人家已经定了 他真这么说 啊 我要是骗你 你说我 不是 那个我 我是行 行了 你就做好离婚以后的思想准备吧 小寡妇 不是 那个 离婚的女人 我睡了 哎呀 恒计恒计恒计 你现在恒计有啥用啊 行了 哥 我反正都按你说的错 小米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完全就没理 哥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两天右眼皮跳得特别厉害 跳得我多点心慌 你说我们俩事不会 就这么拖我就不了了之了吧哥 你哪个眼跳 又 没事没事 不是有那么首歌吗 又眼睛跳跳 好时间来到 没事 哥那儿是左眼睛吗 又 又 你记错了 对对对对 黄议长啊 越到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 你媳妇那边已经盯不住了 你这个时候要是有个闪失的话 咱们就前功敌气了 哥 事已至此了 你说咋地 地我今天就咋地 全听你的 反正我已经跟她说了 你不想跟她和好了 我凭什么呀哥 这是我跟郑小米 我们俩之间自己的事 这事我还没什么话 你凭什么就替我算 这事给你做主组 那你没人资格 你知道吗哥 你让让什么呀 让让什么呀 我是谁啊 哥呀 这事你让不让我管了 让我 那我不管了 不是不是哥哥哥哥哥哥 你多理解 我这两天情绪不稳定 有点激动 特别不稳定 我这情绪不稳定 公年期到了 我跟你说啊 我完全是为你了 这事你再撑她两天 我让她叫你嫂子 来跟你谈 对了 我那天已经跟她说了 我说你要跟她离婚 而且一分钱都不给她 你猜她怎么着 哇哇地哭啊 她跟我说 她不想跟你离婚 她这是吓唬你 故意弃你的 故意弃你的 陈大哥 来不及 你笑那样子 我跟你讲 是 我出这个苏主意呢 是有点损啊 但我这是为你俩好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给你出的这些主意 谁都不能说 别到时候 你俩到时候好了 把我给卖了 我说哥 怎么可能啊 行 过两天呢 你嫂子回来找你她 你嫂子 别马上就答应给小米和好 你就说先考虑考虑 咱是二五年的韭菜 拿她一把 等小米真心实意 要跟你和好了 我再安排你们见面 我让她当面跟你赔礼道歉 哥 哥 那咱俩的计划 是不是跟嫂子透露了一下 这 这事千万不能跟她说 你嫂子那个人心知口坏 别到时候得不得得不得 前来给得不出去了 再周密的计划都得玩完 我知道对对对 我干啥 这个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得知 如果有第三者知道 我饶不了你 哥 郑小米是你亲妹妹 你在我们俩这些问题上 能这样对吗 昨地的心里面特别感到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在这个家还是幸福的 至少还有哥 哥 你相信 打死我 我也不可能让第三个人 知道这事了 你就是跟小米好了 也不能说啊 我说了我就不是人养的哥 不不 该是人养的还是人养的 那怎么个意思啊 你不是人养的旅养的 千万不能说啊 别别别 大小姐上手了 别别别别 我这个车没那么贵重啊 我用不起你啊 你怎么不去饭馆啊 不去了 我跟你说啊 开个饭馆不容易 你别三天打鱼两台晒网呢 没意思 再这么下去 一人挣多少钱都没意思 哥 哥 我知道错了 要不然你再跟虎子说说吧 你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 我没这本事 我真没这本事 我跟虎子 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 我俩是自由恋爱 你你跟嫂子你俩半路夫妻 你们现在都 对对对 半路夫妻怎么了 招你惹你了 我们俩感情很好 不像你们天天打 你别挑我理了 昨儿妈骂我妈的半夜呢 哥 我真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太强势 你不是有他电话吗 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不接我打了 他一看我好 这这这就给掐了 你看 你看 你把人给逼急了 我跟你讲啊 老实人只要逼急了 你知道什么样吗 就这样 这这这 起来起来起来 别擦着我车 我说你费什么话呀 现实啊 你说你妹妹都说半天了 她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帮帮她得了呗 妈 这妈我帮不了 我真帮不了 那你啥意思 那就说九分非离不可了 那非离不可了 我那都说的都是气话 好家伙你说的是气话 人家虎子当真了 是啊 你上嘴唇下嘴唇 一碰 你就说出去了 你伤人你知道不知道 没戏啊 这个事没戏 按说啥来着 你就作作作作作 我给你说啊 你不是想解决问题吗 有一个人你可以找一找 谁啊 你嫂子呀 你嫂子跟虎子处的 关系不错 她可以想办法呀 那你赶紧给你嫂 打个电话去吧 走吧 小样子 你的关系 对